疫情严峻 疫情指挥中心自5月11日起至6月8号 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二级 实施相关限制措施 教育处为了顾及师生员健康 配合中央及县府宣导防疫政策 立即通报各校 务必依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范 积极加强并落实校园防疫 共同守护学生健康 今天上午教育处长苏启昌 特地率体健科同仁一早到文官国中 文官国小 视察学校防疫工作执行现况 苏处长肯定防疫量测体温动线规划得宜 学生进入校园也确实佩戴口罩 养校长、红校长及老师现场执行的辛劳 防疫过程中流畅顺遂 让防疫更落实 因应这一波疫情 其实我们学校针对这个疫情很严重 就是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重视 所以像我们在开学 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 其实我们学校就一直有持续量体温做消毒的动作 那因为疫情更严谨的时候 我们要做得更彻底更完整 所以像我们的学生如果进来的话 我们一定是量体温消毒戴口罩 然后每一节下课 每一节上课之前 学生招念活动上课之前 回来一定要洗手洗肥皂 然后我们每天也会老师在班级教室里面做消毒 那如果有入校掐工的民众 我们一定会让他就是一样量体温做消毒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学校是研习中心 所以我们希望也请研习的老师 从另外一个西侧门进来 尽量不要去跟校园的教学区做接触 那希望说在这波疫情 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的一个方式之下 能够守住这波的疫情 苏启昌处长表示 为了维护全体师生健康 校园防疫再升级 避免因疏忽而付出更大的成本 请各学校务必强化卫生教育宣导 常态性环境及清洁消毒 加强通报作业 如发现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学生 可通报卫生局或拨打1922协助 并进行销案通报 所有集会活动需落实确保 维持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 并落实实联制 体温量测 消毒 人流管制 总量管制 动线规划等措施 否则应暂缓办理 并持续保持着谨慎态度防范疫情 落实防疫流程 与家长共同守护学生健康 因这波疫情的越越选峻 中央指挥中心宣布到 从5月11到6月8号 就是我们台湾的疫情警戒升级到第二级 所以说我们在校园的狂疫也更升级 那目前我们彭副县的这个所有 我们写定说 所有这个这段期间 我们学校到台湾的一些毕业旅行 校外教学或是一些竞赛 我们都宣布暂停 那另外这段期间的一些大型活动 就是室内100人户外500人以上的这些活动 我们都是暂停或是延期或是起销 比如说我们的农舟竞赛 那我们这礼拜的我们运动爱台湾的舞蹈活动 那我们的桌球等等都是宣布延期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针对校园的防疫部分 那我们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紧急通知学校 要做防疫的入校园 一定要量体温 戴口罩 那要去检查盘点 学校的防疫的物资 是我足够 是我已经超过保存的一个期限 那另外师生的一些卫校 也要加强 要有很清楚的 这样的防疫的一个观念 那环境的整理 定期的去消毒 去清洁 那希望给学生一个安全 健康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环境 那这期间大家所关心的 比如说毕业典礼部分 那我们就是要求学校 一定要控制在室内100 那户外可以到500 那如果有超过的部分 一定要就是他要有固定的座会 梅花座 而且10年制 而且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或是禁止饮食等等 如果能合乎这样的规定 可以写这个防疫计划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组组计划 合格之后 那也可以继续 教育处表示 因应新冠肺炎出现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教育处提醒各校 因针对目前库存的防疫物资确实检释保存期限及充足的使用量 并测试体温量测等设备准确度 以提供健全的防疫环境 校园是人群聚互动最频繁的地区 目前疫情严峻 防疫工作要落实 校园卫生安全绝不能失守 守护学生的健康 让家长放心 记者王海龙报道